嗨各位同學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Unit 2 Part 6 第四到第六題的天空題 那這個是一個Memo 那麼我們來看它的主體文 Hi Mike Elizabeth Call at about 10.30 the next morning 我們說Hi Mike Elizabeth 這個女生在大概今天早上十點半的時候打電話進來 因為是今天早上所以是過去所以用ED code 然後在幾點的時候用at 那大約要選about 順序要搞清楚 at about 10.30 那我們講打電話我們一般常見是用code 你還可以用什麼 用phone 你也可以用telephone 不用telephone的話 比較少用 然後呢 因為他們都是過去式 本身字為有D 我們只要加個D就可以了 phone的 telephone 都可以 she has to has to 必須 我們說 have 或者是has 或加圓形 must 加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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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 必 須 好 必須喔 必須 必須 那我們來看下面 cancel the appointment cancel這個字呢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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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它變成cancer了喔 你如果不小心把它變成cancer的話 那就變成癌症了 cancel是取消 cancel the appointment appointment就是 我們一般來講是約會或是會面 但這種是指 不是感情上的 不是情感上的會面 而是指那種 比如說你要去看醫生啊 或是你跟人家有約 正式的會面 這種我們叫appointment 會面 我們把它分成會面 我們把它分成約會 你分成約會 很容易把它 搞成是你男女朋友 感情上的約會 我們把它分成會面 就好 you made this afternoon 你今天下午幫他預約 要跟他 跟他約的那個 會面 ok 那我們說 會面的話是made made made and appointment 記得 郭威曾經考慮說 做 跟人家約 那個 會面用哪一個動詞 用made made and appointment this afternoon N-O-O-N 這邊少一個N 今天下午 過去的 所以我們用made 那邊的 there was a fire in her office building 這邊的fire呢 指的是火災 在他的辦公室大樓裡面 有一個火災 然後大樓我們有時候用at 有時候用in 然後這時候 你用in就是你把它看成 它是一個很大的樓 in her office building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它什麼時候呢 那也是昨晚 然後昨晚 and they 什麼 have to 必須shut 呢 關閉 close 意思 the entire 或者the hole 整個 the entire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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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個形容詞 整個的 關閉 這個關上 close 就是要關整個建築物 好 那麼它是 那是have to 那這邊空殼 它是問你說要用 had has have heavy 先從不可能的先去掉 空殼前面 是直接接lay 沒有接近時 沒有必動時 所以ing不行 然後呢 空殼是lay 單數的has也不行 只剩下是 have 跟 sh have 那 我們要知道喔 如果它沒有時間的話 它就沒有空殼 they have to 當時候 昨天晚上必須要關閉 這樣是可以的 但是它現在又多一個空殼 從昨天到現在 他們都已經把它關起來了 OK 從昨晚一直到現在都是關著 所以算是完成式 所以喔 我們要用一個 現在到現在 從我們現在報導 現在講話的 現在到過去 從過去到現在 都是已經做 已經關好了 已經關閉起來了 所以我們要用 現在完成式 去 答案是 c 如果它沒有空殼的話 它變成 they have to 就是昨天晚上 他們必須關 但是昨天晚上必須關 那現在用完成式 they have to shut down the whole building they have to shut down 他們從昨晚到現在 都必須把它關起來 而且是已經 必須要把它關起來 所以要完成的意思 因為完成式 現在完成式 是 動作從過去一直延續到現在 好 接下來我看 我們來看 它說這個耳 什麼它說呢 take about 它要花 這個take 是花會 花要花多少 花費大約 一個禮拜 來修理 repair 是修理 等於fix的意思 修理 修理everything 每一件東西 OK 然後它說 時間要花多少錢 大約要花多少錢 所以我們來講的話 應該是 it might 它可能要花上 這麼久的時間 當然是 it might 它或許要花上 六個禮拜的時間 來修理 這個所有的東西 它說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但是如果你 它可以今天晚 今天就可以看 來跟你會面喔 如果你不介意 今天來 在這邊 在我們這裡 我們的觀眾朋友跟他見面 而不是在他的公司 如果你不介意 他直接來這裡找你的話 那這邊mine的是 然後 後面要 它是特殊動詞 然後後面要加動詞ing 所以我們用meeting 然後 instead of 是個片語 而非 而不是 如果你不介意 他是來這邊見你 而不是 我跑到他辦公室的話 他今天就不會來見你 見你了 OK 然後再來我們看 許什麼什麼 like you to call her back as soon as possible 這個片語要記起來 儘快 儘快的 就是儘快 儘快 儘可能儘快 儘快的他想要你來 你回電給他 然後他要你 要 這個我們講過 他是個 他管理的是一個 片語 she want you 他要你 這個want 呢 後面加不定詞 可以等於 we like 後面加不定詞 也可以等於 我們寫在這邊 feel like 可是用feel like的話 那要用動詞 rng 在這邊呢 我們沒有 動詞 rng 我們只有一個 不定詞 OK 我們叫不定詞 這不定詞在哪裡 就是to call 那在這邊的話 因為他有like的關係 我們沒有want 我們要用would like 所以答案我們選的是b 它是放這個片語 b she would like you to call her back as soon as possible 好 那是我們講解到這邊為止 請各位同學 仔細看一下喔 好 好 好 謝謝大家